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出去上课吧 有点是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前面 但这些形容词都得是你不满意的 一点好不对 有点好也不对 这两个词有点难啊 对了对了 有点难完全正确 还有什么事让你不满意的 把有点用起来吧 每天上课时间有点早 这课的生词有点多 今天的听起有点难 行了行了打住打住 还是说我的手机吧 我的手机有点小 看视频不过瘾 哎呦 这个APP有点贵 每年得两百块钱 而且我的线充电有点慢 那我们就让一点来解决问题吧 你的手机有点小 以后就买大一点的 这个APP有点贵 老师帮你找一个便宜一点的 来用这根充电线 充电可以快一点 哇 一点真不错 我只能用它来解决问题 对啊 那老师 明天的天气有点了 我可不可以晚一点来上课 昨天上课不是说了吗 一点只能用在形容词的后面 来 用这根充电线 充电可以快一点 有点是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前面 但这些形容词都得是你不满意的 这颗的生词有点多 今天的天气有点难 好 这样 我的天气有点 还是很寅电线 还是很寅电线 和声音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